近日 四川省宜滨市平山县老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中心工作人员 在收集整理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数据时 发现了世界边危物种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四川山蛇菇相互喂食的画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四川山蛇菇的成鸟之间相互喂食的这个画面 其中是熊鸟献死鸟喂食 下面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我们四川山蛇菇的磁鸟 显右鸟喂食的画面 四川山蛇菇主要分布于四川省中南部 及云南省东北部的少数山区森林中 因种群数量稀少和分布狭窄 被列为全球性边危物种 老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捕捉到四川山蛇菇喂食的珍贵视频资料 对四川山蛇菇的繁殖研究与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四川山蛇菇通过我们近20年的保护管理 从保护区成立之初的200支左右 发展到现在的400多支 保护层下非常显著 对四川山蛇菇的繁殖研究与保护区成立之后